哈囉 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 熊的實況 我是熊古臉 今天要來玩一點 比較不一樣的線上遊戲 這個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 我相信有很多看官是 很喜歡看我的 有一些就是很喜歡看我的風之谷的影片 也有很多看官是因為風之谷的影片才訂閱的 就是開始關注我 那 我相信也是有些看官是會看其他實況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一直不出風之谷的影片好像也就是 覺得說有點對不起這些看官 不過 我真的是很想實況風之谷 不過 就是我之前也講過 說我的電腦是 現在是不太能夠實況風之谷 就是不能玩 打不開 然後 其實就是相容性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台電腦換到Win 8 就 再也沒有打開過 而且 我有調過很多設定 我爬過很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就是我這台電腦不夠給力 其實我這台電腦是 拼裝機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拼裝機就不好 不過 其實它的配備是 不太優了 目前是直播也開不起來 所以 我在想是不是這個問題 總之就是都打不開 我真的什麼方法都試過 那 我也之前跟一些朋友分享過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各位看官知不知道 就是有時候我三不五時就會講 那 其實我這個暑假也想說 要不要去同學家去實況 那 他們是 不太有空 然後 加上我 也甚至想過想要去 網咖包廂 開實況 但是 就是 沒有錢 對 那 我其實也很想要實況一些其他的線上遊戲 就是 風之谷真的不行 那 我也想過說要不要就是 玩一些其他遊戲 那我之前有在專業問過說 要不要實況一下 泡泡卡丁車 那那個時候是沒有人有回應 那我也不是很 不太敢開 那這個 這個遊戲叫希望鏈曲 那 它以前叫希望 這個遊戲在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 有這個遊戲存在 然後 我小學又開始玩 玩到現在 這個遊戲甚至 我比風之谷還要早開始玩 那 我不知道各位看官知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 我除了很喜歡風之谷之外 我也很喜歡這個遊戲 那 這個遊戲也有一些特點存在 等等我會慢慢介紹 那 這一次 我是要來玩一個 我想說第一次實況嘛 那我們就 我們玩一個 我們從初心者開始玩 然後 呃 它是五等齁 那這個 這個角色我會 我會玩 我會讓它轉職成 獵人 獵人是 好像目前是這個遊戲最晚出的職業 但是已經出一段時間了 那 各位看官如果跟我跟久文 你們也會知道說 我很喜歡玩 弓箭手系的職業 所以這個遊戲 它有獵人 那我當然就是要轉獵人 不過獵人有點不一樣 獵人是玩彈弓 不過它一樣是遠距離攻擊型的 所以我還是很喜歡 好 那我們先進去吧 好 各位看官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要進去的這個地圖 叫獅子城 獅子城它很特別喔 它這個村莊呢 除了劍士 對 我現在在這個釣魚的地方 除了劍士在樂園鎮 我們可以看一下地圖 這邊是 我們現在在獅子城 然後樂園鎮在這裡 欸 我沒有開聲音 這邊是劍士轉職的地方 對 這劍士 然後 歡喜城是 小丑轉職的地方 然後 獵人比較特別 獵人在打怪區轉職 在咕咕森森林 咕咕森森林裡面有個 小村落叫咕咕自衛隊 然後我們是要在那裡轉職 然後 可是獅子城 就比較不一樣囉 獅子城 好像有四到五個職業 可以在這個村莊轉職 所以很多人會在獅子城 然後 有 我看一下喔 魔法師 魔法師在這邊轉職 然後 恩 祭司也在這裡轉職 小丑 欸 不是小丑 不是小丑 騎士在這裡轉職 對 好像三個職業吧 只有三個 對 對 三個職業 法師祭司跟騎士 都在這裡轉職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村莊 獅子城是 希爾特世界的首都 也就是 國王跟皇后住的地方 那 所以這個村莊是最多人 就是整個 整個 希爾特世界應該最多人是在獅子城 好 那 首先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練到五等 為什麼要練到五等 因為其實一等 到五等的這段時期 是非常千篇一律 非常無聊的 那 恩 我現在要先介紹一些 這個遊戲的特性 好 一開始玩家會有兩個技能 恩 其實玩家有很多技能 就是這些 然後最重要的是兩個技能 就是 睡覺跟 釣魚 與其說他是技能 我會想要說他是 生存本能 為什麼那麼說呢 恩 睡覺就是 你就按 然後 射快捷鍵 他就會睡覺 那睡覺就是 你就放著他就會回復HP跟 AP 那釣魚呢 釣魚是 你可以拿任何東西 任何東西 除了藥水跟裝備之外 任何東西都可以拿來釣魚 然後會釣到 這個 廢鐵罐 然後跟 銅魚 不要懷疑 這個遊戲的設定就是 你可以 把水中別人丟掉的廢鐵罐再釣起來 然後吃掉 不要問我為什麼 這就是這個遊戲的設定 然後銅魚 其實這個遊戲有三種魚 銅魚 銅魚 跟金魚 然後我們目前只有銅魚 那我們目前看到 廢鐵罐有八個 銅魚有兩個 好 那這些都是可以吃 直接吃就可以回血 那 因為任何東西都可以拿來釣魚 所以你時間久了 你這四樣東西 廢鐵罐 銅魚 銅魚 金魚 都會破敗 不過我們現在是新手 我只有一點點東西 所以我就只有這些 那釣魚我等等在示範 為什麼不想在實況的時候釣魚 你就是 其實釣魚就是這樣嘛 任何東西嘛 你就把這 這野鏈石 放在這裡 開始 然後就是釣魚 然後過一分鐘你就會釣到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要等一分鐘 我相信各位看官不會想到在那邊看我們釣魚 所以 我就自己先釣了 好 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打怪 好 打怪的話我們先 先示範一次 比方說打這個 好 這樣子 就是打死一隻怪物 然後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現在各位看官看到這邊一條HP 一條AP 這邊還有一個第三條 這第三條是什麼 這第三條是你打怪的時候會增加 有點像是鬼機系列的CP 對 這個遊戲我們叫XP XP是打怪就會增加 然後如果到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連續劑 對 連續劑是這個遊戲 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我們先擠一下 XP 好 這個比較麻煩 對 這個真的比較麻煩 這五等 蘑菇底底 這比較 比較強的怪物 對 對新手來說比較強 好 我們現在看到XP快要到一半囉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 連續劑 連續劑的使用方法是 ASD這三個鍵 ASD這三個鍵 你就隨便亂 就是 蹦出一個組合 你可以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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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 AASSDD 你也可以 比方說ASD ASSD ASD 我不知道 那我比較慣用的組合 是AASSDD 對 AASSDD 可以打到最高七連擊 那我再示範一個 還有蘑菇底底可以打 好 好 這個遊戲 我現在要 把這個新手練到十等 是不是 對 練到十等的時候就可以轉直 不過 我現在看好像是 還蠻困難的 好 我們現在就是打蘑菇底底 我們要不要打怪區區啊 好 我們現在HD有點危險 喔 直接死了 好 看我蘑菇底底可以打呢 好 有蘑菇底底就有蘑菇妹妹啊 不過蘑菇妹妹久等 而且這邊沒有蘑菇妹妹 然後 對 蘑菇底底 對一個五等的初心者來說 就很難打 好 我這邊看一下好像沒有什麼怪物 欸 這邊有個蘑菇底底 嗯 好 然後這個遊戲還有寵物 不過 一個五等的初心者可能 很難 有一隻寵物啊 所以我們 先打怪再說 這邊先吃一個破火怪好了 好 這邊使用連續劑 好 這邊是 應該是可以打到七連擊 怪物就死了 欸 這邊蠻多蘑菇底底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把廢點灌給耗完 我真的想到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練等練快一點 真的 沒有辦法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應該很多看過 會開始覺得這個遊戲很無聊 不過這個遊戲 不是只有這樣 只是 五等的初心者 目前能做的事情 就只有這樣 好 繼續打 我暫時想不到要做什麼 還是想要再聽我介紹一下遊戲 這個遊戲還有很多特色啦 比方說 你遊戲玩久了 你可能會看到怪物會掉一個東西 叫 水晶 然後 水晶 水晶 基本上跟鳳之谷的 混沌捲軸很像 就是可以 隨機增加 你裝備上的數值 對 因為 為什麼 在鳳之谷 混沌捲軸可以賣很貴 因為 因為他是 比方說 你現在裝備 有什麼數值 他就是 以那個數值為基準 隨機再增加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賣很貴 那 希望的 那個 水晶 就是完全一樣的道理 所以 水晶可以賣到 在 在這個遊戲裡面 水晶可以賣到 70萬 那這個遊戲更狂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沒有捲軸 所以他的強化就是用水晶 那 所以這個遊戲一樣會有 加1加2加3加到加9 可是 對 是用水晶讓他變加1 比方說你裝備沒有加值 先用水晶加到加1 那 水晶你可以加到加3 水晶你只能用加1到加3 那加4之後你要用紅寶石 紅寶石是加4到加6 然後 鑽石 是加7到加9 所以紅寶石大概可以賣到 100萬吧 水晶只能賣到70萬 鑽石可能就更貴 所以這遊戲隨著你等級越來越高 你打越強的怪物 你會再釣到更狂的東西 對 你們可能看到我這樣打怪 你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 遊戲裡面的怪物是不會掉錢的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看到 你可能要打怪打到 你打到比較值錢的東西 然後拿去賣 對 所以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你只有這個方法 如果說你連買藥水的錢都沒有 對 就是釣魚 不過 不過 釣魚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如果我要釣魚的話 我可能要趁我沒有在實況的時候 自己在那邊釣魚 我的廢鐵弓快吃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連一等都沒有生 我覺得有點不太妙 好 這邊再打一個 看 看能不能 就是指望怪物會掉什麼值錢的東西 值錢的東西拿去賣 我可以買藥水 而且我現在 不是很打模糊弟弟吧 雖然打模糊弟弟很好血 但是 我打 模糊弟弟都已經累積 今天累積這麼慢了 我打 更弱的怪物 其實是更慢嗎 好 其實 這個遊戲 目前看起來比較單純啦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可是 對啊 至少就是打怪啊 每個遊戲都是打怪 43 43 還可以還可以 呃 快升等了 我們先睡個覺就好了 還是我們打個 小豌豆 這個一等而已 喔 直接就升等了 果然沒有錯 好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 豌豆皮啊 打火師 你看這個賣 只能賣1塊錢 這個只能賣0塊錢 可是拿去釣魚 你可以直接換到一個藥水 所以就是 要釣魚啊 不過 釣魚是 很 很耗時間的 而且我們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技能可以用 初音者應該都是沒有什麼技能的 好啦 我還要不要再介紹什麼 我剛剛介紹完水晶嘛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寵物好了 對 寵物你大概要到很後期 你才會得到 那寵物這個東西 寵物很特別喔 寵物是你打怪就有 在這個遊戲 寵物是打怪就有 那寵物 它不會幫你撿東西的 風之谷的寵物是可以幫你撿東西的 可是希望是 沒有 希望是沒有 就是所謂 撿 就是寵物幫你撿東西 寵物的功能 主要功能就是 裝在身上可以加你的能力值 不同的寵物加的能力值是不同的 對 然後 寵物的話 基本上你也是要 餵它吃東西 那 餵它吃什麼呢 任何東西都可以 你不需要買什麼寵物食品 看一下喔 吃雞蛋 任何東西都可以 怪物掉的東西都可以 包括甚至裝備跟藥水 你也可以餵它吃 不過 你要注意的是 因為寵物也是有飢餓度的 那風之谷的寵物飢餓度到0的話 基本上 它就只是回家而已 可是 希望的寵物 如果你 一直不為它吃東西 它是會死的 對 所以基本上 不要在 如果你有寵物 不要在打怪區掛網 很危險 對 寵物在打怪區 才會扣飢餓度 在村莊是不會 但是在 打怪區 你就不要掛網 所以 對 這要注意一下 然後 呃 其實寵物很好養啊 因為任何東西都可以餵它 但是 如果你一直不餵它 就是會死 連續機器怎麼沒有發動 嗯 好 欸 有一個比較值錢的東西喔 這個 碳 碳類的東西 除了一些比較低級的碳之外 都是可以賣到一定的價錢 像這個可以賣到100塊 對 好 我們再吃個費碟關 啊你又沒有費碟關 好 然後 寵物我剛剛說過了嗎 就是 主要的能力就是 加能力質 那不要小看寵物喔 寵物如果 你練到最高等級 它加的能力只是加很多的 可是 寵物就是一個 對 會死 會死就很可怕啊 就像你有玩劍娘 你就知道 你讓劍娘死掉是 它就永遠就不見了 對 寵物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不過 我 我講了那麼多 那寵物到底要怎麼樣入手 呃 寵物分成四種 寵物分成四種 呃 吃雞蛋 寵物分成四種 呃 咕咕類 就是雞 就是小雞 然後 那個 植物類 還有 鳥類 還有 女神類 好 呃 先吃個 呃 不太妙 這四種 那 最容易入手的應該是 植物類 植物類就是任何植物種類的怪物都會掉 呃 所以搞不好蘑菇弟弟會掉欸 不過 掉物率非常的低啊 不過就是任何怪物 都有可能會掉寵物 對 比方說植物類 的怪物就有可能會掉種子給我 對 植物類的寵物就是從種子開始養 然後種子有可能會變成 有可能會變成 有可能會變成南瓜 有可能會變成蘿蔔 也有可能會變成 豆莢 或是 花吧 對 然後他們都會幫你加能力值 對 然後 呃 呃 咕咕類的話 咕咕類我想打這個小雞 應該是不會掉 因為他只有一等 對 呃 呃 咕咕類的話可能要等到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呃 呃 看一下 呃 回生谷吧 呃 咕咕長這樣 對 這個小雞 我們剛剛也有看過 那這種 因為他只有一等 我想他應該是不會掉寵物 對啊 他應該不會吧 對 他不會掉 那 他會變強 他會變到 比如說樂園邊境這邊有 比較大隻的咕咕 你看這個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勇士咕咕好了 喔 這個36等欸 我們現在才6等欸 他36等 他會掉咕咕蛋嗎 欸他不會掉 可是 戰士咕咕會掉 喔他這邊應該是寫常見的掉了 我稀有啊 應該不會講 但他們是會掉咕咕蛋的 所以 對 可是 植物比較好掉啊 所以一開始新手應該 我們看 這邊打怪會不會掉 種子 對不對 好 我剛剛講到 會不會死啊 不會死 痾 我剛剛講到先睡個覺 痾 我們剛剛講完植物類 跟咕咕類 還有一個寵物是鳥類 鳥類就是 對 就是打 鳥類或是 聽說猛禽類 就是 動物 也會掉 但是就是 那些都是比較高等的怪物 所以 跟我們這個新手比較沾不上別 那 女神類 女神類就是 非常特別 女神類 是官方 活動才會送 所以 就是打怪是 不會有的 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鎖定 植物類跟咕咕類 這兩種寵物來養 就好了 不過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掉 對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我們AV是滿的 不過初音者是沒有技能可以用的 初音者只有睡覺跟釣魚可以用的 不會有什麼攻擊技能啊之類的 上面覺得這個 影片是不是真的很無聊啊 不過新手期真的只能這樣子 好 我們就繼續吃個雞蛋 我們等等 如果沒有 東西了 我也不是很想釣魚 釣魚的話 釣魚要等很久 我覺得我有些看官應該不是會想看我釣魚 我們拿到一個大的 魯拉竹排泄物 好好 我們再介紹這個遊戲另一個特色 在這個遊戲呢 我們把怪物統稱為魯拉竹 然後 只要你聽到NBC啊 什麼怪物啊 說什麼魯拉竹 就是指怪物 那 最低階的 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人在這裡 釣魚的地方在這裡 好 我們先回村莊好了 你們應該也想看一下村莊怎麼怎麼樣 你們不覺得四十城的音樂很好聽嗎 對 我覺得還蠻好聽的 那這個也是最多人的村莊 比較 算比較多人知道啦 那 我剛剛講到哪裡 對 那 魯拉竹排泄物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打死怪物 會掉怪物的排泄物啊 不過這個是最低階的 掉落物 不過大的 也是 也是低階怪物才會掉 可是掉落率就比較低 那 他 他只能賣四塊 呵呵呵呵呵 就算是大的也只能賣四塊 你想想看嘛 為什麼會有人要怪物的排泄物呢 呃 我找一下喔 彈飯在 彈飯在那裡 好 呃 我們給你們看一下 喔 這邊有當機 這邊可以看到是 呃 要往這裡走 不是這裡 呃 這裡 這邊中間的地方是 好多喔 這是中央廣場 每個村莊都會有一個中央廣場 那四十城的中央廣場 就是這麼多人 然後 呃 這邊都是賣東西的 對 這邊都是賣東西 就是 如果你打到水晶 就可以來這裡買 那這個遊戲 你擺攤是不需要花點的 對 但是就是你要看 有沒有人願意來這裡買東西 那這個遊戲還有收購攤販 就是 你只要 開啟收購攤販 然後 然後跟系統說 你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列一個清單 玩家 走經過 他有這個東西 他就會給你 不是 對 就是給你 然後你在付他錢 非常的方便 我們看一下收購攤販會有什麼 喔 他要紅寶石 我們剛好提過 紅寶石就是強化會用 喔 現在賣到 一百七十萬耶 喔 有人願意花一百七十萬買紅寶石 喔 你看 販賣的攤販可能就只會賣那個 我是有看過一百萬 也有看過一百二十萬 那 呃 攤販在 攤販在這裡 好 如果你要買藥水的話 就是跟他交易 我們先把這個賣掉 然後 雞蛋可以賣到 十塊錢 我們就買十個吧 無所謂 然後我們把這天使帶在拳套賣掉 天使帶在拳套 他 對初音者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裝備 可是我不太喜歡他 就是 因為他是 他可以增加攻擊力 但他的攻擊速度會減少 所以我不喜歡 所以我們把他賣掉 然後 我們再買四個好了 我覺得這一集應該是沒有辦法 玩到轉職啊 還是要結一些任務 我們結一些任務好了 可是委託處在 委託處在很遠的地方欸 我們在這裡 然後委託處在 這裡欸 沒關係我們走過去好了 我們走過去好了 看一下委託處 委託處應該是 委託處 我等一下按錯按錯 委託處 應該不會有我們要的 哦 他應該會要樹液 好 沒關係 我們就 給他樹液好了 還有染料 委託處就是 給你用來解任務的地方 其實這個遊戲 很多雜七雜八的NPC 都可以解任務 可是 委託處就是一個 專門讓你解任務的NPC 就是他沒有其他功能 他只有解任務 然後他 有各式各樣的任務 可以給你解 嗯 去跟他對話一下就知道了 委託處在這裡 對 這邊有一個 委託處的秘書 就可以跟他對話 就可以接任務 你好嗎 這裡是委託處 你在找工作嗎 好 我們講一下 接下工作 他說想要找什麼樣的工呢 點委託A 委託A這邊有 有樹液嗎 有植物油 有樹液 好 好 樹液就是 他寫樹流出來的液體 所以簡而言之 打植物類的怪物就有 任何植物類的怪物都有可能會掉落 然後 所以數量會比較多一點 把帶的到地上 所以打蘑菇底底可能就會掉樹液 好 我們在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會加多少經驗值 好 這邊 接受委託 好 其實他今天加蠻多 可能等等就會 升等了 好 快快升等了 好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 可以看到 前五個是有 前五個是有那個 紅色的字 這算是紅色的字嗎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符合接這個任務的條件 因為 每個任務都有 等級限制跟名望限制 名望就是名聲 所以你的等級跟名望要到達標準 你才能夠接這個任務 我們今天看到只有五個任務是到達標準 所以 呃 對 所以你現在只有這五個任務能接 好 那 也讓我想到了我還有一個東西要介紹 就是名望值 我們點TA可以看到角色的能力值 然後我們先睡覺好了 然後 名望值就是 有點像風之谷的名聲 可是 在這個遊戲 名望值很特別 玩家不能夠 加另外一個 玩家的名聲 然後 名聲 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 你自己的任務會得到 可是 很多任務跟裝備都會要求 你的名聲 要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 就是 你要一直想辦法提高你的名聲 就對了 然後 你的稱號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稱號叫肉肉的 那 這個 這個稱號 是會隨著你的名望的高低去增加 那 最低的狀態就是 肉肉的 對 然後 你名聲再增加一些 你會開始有不同的稱號 最高好像是 伯爵級 還猴爵級 對 好 那 我現在名稱 不是啦 我現在 解一解 我們 賭拉主 排泄物跟染料 可以用來接任務 嗯 對 可以接任務 所以這個任務接完之後 我可能就會升等 沒有升等 因為它是 最低階的跳落物 所以它給的 經驗好像真的很少 有沒有染料啊 沒有染料 沒有沒有染料 那我們就沒辦法接了 好 那我們就先走了 嗯 我竟然 都已經來到這裡了 我就在最近的地方 走到打怪去好了 那 雖然說 這個 地圖的最邊境的地方 是有 怪物的 但是 它還是算是村莊啊 因為你沒有走到另一個地圖啊 所以 如果說你身上帶著寵物的話 你在這個地方是不會 扣寵物的飢餓度 再加上 嗯 對 你還是 至少 怪物是比較低階 欸 這邊有蘑菇妹妹耶 有人居然敢在這裡釣魚 它不會怪物打嗎 我先打個 搖滾菜頭好了 搖滾菜頭可能 比蘑菇妹妹再強一點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死 不過我們是時候 該打比較強的怪物啦 這邊會掉蘑菇 蘑菇 蘑菇也可以用來解人 我們連續劑 喔 連續劑好像有點發動失敗 這邊是紅色的沙漠東部 就是 你要到這邊來可以 你不要進去這裡面 因為我記得這邊的怪物是 一百 一百多等 你不要想要進去啊 這邊有哈比 這邊有哈比 這邊有哈比耶 喔哈比還有八等 那蘑菇妹妹九等 有點不太妙喔 有點不太妙喔 他打我多少啊 四十七耶 使用連續劑 我們要七連擊啊 有 有七連擊 你把他打死啊 我要死啊 我沒有差 你真的還沒注意到我要死啊 哈比兔打得還蠻痛的 而且我加一點點經驗值而已 這樣是不是不值得啊 我剛才想說 要不要用 因為哈比兔會掉兔子毛球 我還想說 要不要兔子毛球幾個任務 可是我才打一個 就已經要死要活了 我們繼續打搖滾菜頭好了 我發現到南邊這邊 怪我比較強欸 欸 我打哈比兔嗎 可是這邊好像沒有搖滾菜頭 對啊 你們現在應該聽不懂在說什麼 搖滾菜頭 對 就是 頭上帶著耳機的 蘿蔔 然後因為 蘿蔔在這個遊戲叫菜頭 所以我們就叫搖滾菜頭 我們現在錄了二十八分鐘 完全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我就把雞蛋吃完了 哇 雞蛋吃完了 好 直接吃 銅魚啊 我看我可能只能練到六等了 不是啊 練到七等 我這一集可能只能練到七等 我們要坐實打個蘑菇 蘑菇妹妹啊 應該會死人產吧 他打我多少啊 我打他超癢58 他打我58欸 我沒有銅魚了 我沒有銅魚了 快死啊 會死啊 啊 該走該走 啊 我死了 我死了 好 算了 不要理他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從五等練到七等啊 好 沒有關係 我大概也知道 我大概也知道自己 這一集應該是沒有辦法把它練到 轉值啊 可能要錄個兩三集才可以啊 好 那這個遊戲本來新手會開始 比較難練 不過 我本尊練到50等啊 所以 可以的可以的 我們沒有問題 要練到本尊 只是 不是啊 我們要練到跟 本尊一樣強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那我這邊就是 其實雖然說 藥水是沒有的 可是我這邊 打到很多東西 把這些東西全部拿去釣魚的話 還是有很多補品可以吃的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遊戲其實真的是蠻好玩的 尤其它連續機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精華在 你按連續機 真的是 就是有那種 玩的感覺 真的 實際體驗過就知道 它這個遊戲 真的是不錯 所以 各位看官可以去體驗一下 這個遊戲叫希望練曲 對 然後是完全是免費的 不過如果說你想要 課金 你想要儲點的話 可能就要花錢 不過我是個人是沒有在花錢啊 對 所以 如果對這遊戲有興趣可以玩玩看 這遊戲玩到後面 還有很多職業 還有很多 技能可以玩 會讓這遊戲更好玩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冒險 不過新手就是 你可能在村莊附近 繞一繞 還有很多委託可以解 然後你可以慢慢變強 你的名望會越來越高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啊 這個遊戲有很多特色 我可能下一集再來 繼續介紹其他的特色 不過我這集已經講很多了 好啦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視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是我的LAST COLD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 可以在旁邊按個訂閱 從前一開始 可以成為看過別人的觀眾 不要再按鈴鐺 評論影片 在這邊 如果有最大的動力喔 也不要忘記粉絲按讚 按讚 好啦 那我想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白米 我是覺得酷魚髮真的 我覺得苦魚髮真的是很不同的生物 又是一隻苦魚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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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還好我有劍 谢谢大家